客人说黑糖珍珠奶茶帮我预订200杯 接着又问你店里有点心吗 店家就跟他先确认说 您好请问今天要预订200杯吗 然后说点心的话目前没有在卖 客人就说200杯珍奶是19号下午要 出大事了 有一位生活在日本的台湾观众给我发来邮件 他说有人假借大阪中华学校的名义 大量订购东西结果恶意不购买 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总觉得是针对台湾餐饮店来的 同时他也表达了担忧 他说特别是大阪中华学校 是在台湾人心中很有信誉的学校 最近10月11月各小学中学 也的确有很多运动会活动等等 所以店家接到这样的订单 其实不太会去怀疑对方 他说的没有错 大阪中华学校在日本非常非常有信誉 我身边也有在大阪中华学校毕业的朋友 你打着大阪中华学校的名义去行骗 真的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啊 邮件中他提到了在大阪的两间店 一间是好虾 一间是央茶 那我们就先从央茶开始说起 根据这位台湾观众提供的线索 我在脸书上看到了央茶 他们发布的一篇贴文 贴文写道 哈喽大家 我这边是央替央茶大阪店 刚刚看到其他优质台湾店家 被弃单的消息 本来以为是只有我们这边 接到类似的电话 提醒一下各位在大阪的店家们 然后央茶就分析了对方的诈欺手法 他说手法如下 我这边是接到了四次 不同人打过来店里 说要订大量的饮料 电话号码显示未知 说是大阪中华学校要订的 但口音并不是台湾人的口音 然后就跟店员说了 他们自己的LINEID 请我添加后再会跟我讲细节 这边添加后第一次说要200杯 学校校庆活动 我们确认饮料品项后 就请对方要先汇款后才会登记预约 当然也怕是真的客人有需要 所以也着手准备原料 预约前一天特地还打过来说 想先试味道 想先和我们家订20杯 当天下午来店里拿 此时都还没有汇款 还想请我们帮忙去黑门市场购买鲍鱼 当时已经觉得非常的不对劲 后来我们就说需要先汇款 我们才会制作 对方说告知校长后就会请财务汇款 我这边再打电话就没有再回复了 当然也没有收到半毛钱 那之后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到今天都还有打来 后面就直接不理他们了 在这边分享是希望店家们 不要再受伤害了 希望这世界还是好人多一点 然后央查还贴出了 跟那位客人的LINE的对话记录 我们来看一下 先是央查给客人发送了菜单 客人说黑糖珍珠奶茶帮我预订200杯 接着又问你店里有点心吗 店家就跟他先确认说 您好请问今天要预订200杯吗 然后说点心的话目前没有在卖 客人就说200杯珍奶是19号下午要 店家又问黑糖珍珠奶茶请问是要做中杯还是大杯的呢 客人回答说要大杯 店家又继续确认 19号几点呢 是您会过来取呢 还是要请我们外送呢 那位客人回答说是19号下午4点半左右 你有空送来也可以 你没空我再过去取 店家说了解 那我这边先确认一下 稍后回复您哦 稍等我一下谢谢 然后那位客人直接跟店家语音通话了50秒钟 看当时的时间是下午5点38分 然后呢过了22分钟 到了下午6点01分的时候 客人发讯息来问 确实下来了吗 他可能是想说确定下来了吗 央查这边说 您好可以的 10月19号下午4点30 黑糖波波大杯200杯 这边再麻烦帮我先汇款一半的订金 一共是660乘以200 再出以二等于66000日元 后面马赛克的那部分应该就是汇款账号 店家说汇款完成后 麻烦帮我出示汇款证明 确认收款后才预定成功哦 谢谢您 然后那位客人又跟他打了1分23秒的语音电话 后来又说没有账号名称的 然后央查这边又发送了一次汇款的账号 说这边再麻烦了 然后客人说好的 我现在发给校长 请他给财务把款项付给你 然后又跟他打了20秒钟的语音电话 结果到了10月18号 客人又打来语音电话 打了3分29秒 然后呢 央查这边就跟他确认 是今天下午5点要20杯 黑糖波波大杯的对吗 这里应该就是脸书帖文里面讲到的 预约前一天还特地打电话过来说 想先试味道 想先跟我们家订20杯 当天下午来店里拿 而且还请央查去黑门市场 去帮忙购买鲍鱼 难道那个骗子是鲍鱼店派来 然后故意去骗别人去 他店里买鲍鱼的吗 就是说我先给你一大笔订单 你看那么大订单 总会顺便帮我去买一趟 对吧 不过后来客人一直都没有确认回复 到了下午3点04分 央查又发讯息问客人 请客人确认 购买20杯黑糖波波大杯的事情 可是后来那位客人一直都没有回复 然后店家还打过去 但是客人也没有接 一直到下午6点34分 央查发讯息给对方说 不好意思没有收到款项 明天暂时不会准备饮料 谢谢 再后面就像央查在脸书上说的那样 之后第二次第三次19号都有打来 然后央查就不理他们了 我觉得央查的对应还是挺不错的 像这种事情 以前我在中国做公司的时候也经常遇到 刚开始遇到这种情况 我还会想 万一客人到最后一刻 需要我提供服务了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那怎么办 结果像类似的事情 最后客人一次都没有再出现过 但是在日本 我倒是很少听到有这样的事情 在央查的贴文底下有留言说 我们也是这个人 留言的人注解说他自己的店名叫做好瞎 他说各位台湾的店家们 真的要多小心谨慎一点比较好 好 那我们就来看另一间也是台湾人开的店 叫做好瞎 他们在脸书贴文说 免费认领文 大家好我们是好瞎 好家 刚刚被人恶意弃单了 鸡排便当 盐胡椒口味50个 卤肉便当10个 珍珠奶茶全糖48杯 都是刚做好的还微热 数量有限 希望大家可以来免费认领他们回家 好瞎这间店就比较惨了 总共做了60份便当48杯真奶 全都做好了 结果被弃单 好在脸书发出认领文章之后 第一时间就有好多好多的认领 而且有网友说啊 我等等过去 免费的说不过去 刚好我也想吃 我会支付相应的费用 结果很快 好瞎就更新了贴文 最新更新 已经全部发送完毕咯 再次感谢各位 乡亲父老的支持与爱戴 by 好瞎 和家 全体员工 看到这里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 好瞎的损失被弥补 也算是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在这美好的背后 令人感到很不安的是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偶发事件 有台湾的网友在脸书下面留言说 前阵子在东京的仙草店 也听到店员在谈论类似的事情 还有人说他遇到的情况是 中国留学生说要感谢龙谷大学的老师 说要外带50份拉面 70片鸡排 50杯真奶 我交换联络方式后 准备要做拉面的时候 这时候鸡排已经炸了7片了 想说打电话去问一下 拉面能不能汤跟面分离 就变成不认识的日本人的电话 所以损失还没算惨重 就连我频道的好朋友福山太太 她的朋友也遇到了类似的状况 好在由于没有出单 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失 更令我感到糟心的是 我在好瞎的Google评价里 还看到一则这样的留言 在脸书上面说有可以领的 她说的应该就是免费领那一篇 你们贴文发没几分钟 我刚好人在旁边就过去看 结果外面就贴了一张 今天免费已被拿完 里面桌上确实有便当没错 看了一下都是外送的人进去拿 是有必要用这种装可怜的方式 打免费广告吗 笑死 牺牲一堆人白跑过去的时间 来打免费钱广告 高招 果然在国外都是台湾人骗台湾人 一般来说如果是我的话 看到一个店主被这样的欺骗 看他制作了这么多的餐点 结果被弃单了 如果我是一间有很多社员的公司的老板 那我觉得我应该会去把他们买下来 然后去请公司的社员吃鸡排喝奶茶 那如果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我会去买一杯奶茶 想着帮助店主消化掉一份也好 就像前面一位台湾网友留言说的那样 我等等过去免费的说不过去 刚好我也想吃 我会支付相应的费用 我是觉得说一个正常的社会 当大家看到这样的情况 一般来说是不是会想到出手相助 帮助店家减少损失 我自己是不会想到这是一种行销手段 更不会因为我跑过去领不到免费的 就感到生气被骗 我觉得这种时候还去领免费的是 缺乏同理心的 有一点趁人之为 更何况大阪台湾人的圈子就是这么小 一次欺骗足以让自己在这个社会里寸步难行 我个人觉得店家根本就没有必要 去做这样的行销 就像好像店家回复的那样 没必要做这种让自己看起来很蠢的广告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诈欺事件都会感到很愤怒 会想到会不会是中国人专门针对台湾人开的店去做的恶作剧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 近期在日本中国人开的餐饮店 被用类似手法诈欺的案件也是数不胜数 比如说有专门冒充中国大使馆的 说要在大使馆开会 说要送礼 帮忙订礼品 而且不止一个人接到同样的电话 也有接到自称是台湾人的人 以订餐为由 引导你去下单帮助他买贵重食材 甚至还有中国人开的料理店 因为接单预定了昂贵的食材 而被恶意弃单之后 造成巨大损失登上日本新闻的案件 然后就会变成中国人都怀疑是台湾人做的 台湾人都怀疑是中国人做的 受害者跟受害者之间互相猜忌 我个人是觉得比起去花时间讨论 去分辨到底是谁在骗谁 不如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支持 跟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店家身上 比如可以分享真相来提醒店家避免上当 或者就尽自己所能 帮助店家减少损失 我觉得透过实际行动 去传递这样的善意 更能让坏人难以得逞 失去作恶的空间 从一五十年别的病都不治 治妖脱卡成一绝 是这样吗 从我曾祖父开始 一直到我这五代人 专门治疗幽徒病 听说您从一四十年别的病不治 专治养病是这样吗 从我曾祖父开始 一直到我这四代人 专治养病 听说您从一五十年 专治心脑病是这样吗 从我曾祖父开始 一直到我这四代人 专治心脑病 听说您从一五十年 只治肠胃一种病是这样吗 从我曾祖父开始 一直到我这四代人 救治肠胃这一种病 专治脑血栓 专门治疗幽徒病 专治心脑病 专治眼病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